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别说话多跳舞 喜欢的女孩排成排 王一博别说话多跳舞吧 喜欢的女孩排成排 岂止一个送 祖儿 还有万千少女呢 喜欢王一博的人 自然会被她的街舞所吸引 这次也不例外 在电影热烈中 王一博饰演的陈硕 不但可以呈现小人物的追梦历程 还有收获纯情爱情的美好 这部剧 走的就是物料放不停 有笑点有泪点 有尬点也有甜点 戏里戏外 傻傻分不清 王一博跟陈硕 你们俩人有所不同 却有类似同一个人 王一博送祖儿的尬聊 告诉我们直男恋爱主打一个少 说话多跳舞 聊天小能手 王一博可谓是把宋祖儿拿捏到位了 给你一个甜甜的微笑 让你对我有感觉 开口一句话 送你千里之外 随便跳个舞 轻松搞定女朋友 都知道王一博说话 基本上一开口就会让人无言以对 不知道如何接下一句 这种能力也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在话落小能手宋祖这里 我们可是见识到了 戏外 王一博对宋祖说 你是我见过话很多的女生 你家人没嫌你烦吗 戏里呢 王一博的陈硕 对着宋祖主动要微信 一句我给你推荐一个公众号 里面有很多街舞知识 你可以学习 顺带着送上一句加油 看到陈硕戴着头盔 以为是头部受伤 结果换来的是毛囊的问题 陈硕是为了保护毛囊 可是反问走毛囊还好吗 问一个女孩这种问题 是不是有种被冒犯的感觉 还好是祖儿 换成别人 我立马扭头回家了 这个恋爱谈的 有种说不出的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虽然人家硕硕聊天不行 可是一跳舞 魅力无限 这就是一种吸引 帅哥的是 我们看了都想说 有颜值有实力 自然不需要多说话 开口尬聊的结果 就是差点有女朋友了 不说话 知跳舞 妥妥的有女朋友的 这就是跳舞好看的男生 自身带有的魅力光环 这次人家陈硕 可是对走一见清新的 虽然开口让人无言以对 可是那纯情小奶狗的眼神告诉我们 他们的故事结果是美好的 毕竟祖儿重义的是陈硕 再加上还喜欢街舞 自然女追男 隔层沙 你哪怕直男属性 可是我乐意啊 主动要微信 你一句话对的走一头雾水 可是依旧会释放微笑 一句加油 就是敲到好处的表达 别说 跳舞就是果断拿捏住了祖儿 这次人家带着祖儿在地铁里展现魅力 会带着祖在练习舞蹈的地方谈梦想 在干事业上的陈硕 清晰有逻辑 可是在恋爱的路上 确实有点缺根筋 如果来个中和 还是想说 别说话多跳舞 王一博如此 陈硕亦如此 跳舞的男生 都是吃过苦的 他们都是饱经风霜过的 所以懂得珍惜的 不知道为何 虽然看热烈的花絮放了这么多 你会笑到不能自己 可是还是对戏里戏外的 这一对小年轻的恋爱有点期待